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学游泳得来的 第四天的时候回来眼睛有点涩涩的 眼睛里面有一点血脂 第二天早上睡起来就有很多眼齿 好像眼睛有点眨不开 这个很痛的? 可是感觉眼皮很重 很难远 那么这种病最重要的是 应该怎么样来预防? 对于这个病是一种接触的传染 所以我们也要避免这个接触 第一个就是不要用人家的手拽 这个毛巾 第二个我们就是不要用手揉眼睛 第三个就是要避免擦眼睛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先洗手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家里的时候 就刚才是有了这种毛病 有这种接触眼以后 对于用的毛巾、洗面的面盆 整个都要分开 每个人都要分开 到游泳的时候 最后游泳起来以后 先点一个包含2.5的 这个我们的宿泳也是 那么先点了以后 可以预防它一部分的传染 谢谢您 对不起大家 您请您继续为它来治疗 对不起